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2年8月30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能力 这两年呢 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域啊 也是越来越厉害 国内包括港台啊 很多的一些作家学者的作品呢 都在中国被封杀 从昨天开始呢 你像一中天 农印台等等一些作家的作品呢 被封杀的事情呢 可以说是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的关注 那么今天这些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事情的来弄去卖 同时呢也分析一下 这个背后啊 释放出的正值信号啊 之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赵立坚他侄女的消息 之前我说要给大家追踪的啊 有什么消息及时给大家通报一下 那么果然呢 他侄女啊 现在查出来是核酸公司的大股东了 所以难怪一天可以赚八千万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简单的和大家聊一下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各地正在不断上演的这种疫情的升级的一些情况啊 比如说封城的城市啊 也是越来越多 同时呢 有两个非常经典的帖子啊 关于疫情的感慨的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首次听众节目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如果是老朋友啊 欢迎大家点赞 并帮忙转发 好 言归正传 从昨天开始了 山东青岛市的各个学校 就收到了校方的通知 就称呢 根据上级的文件通知 部分图书不再适合学生阅读 其中呢 就包括易中天的一些经典的故事 就是传统文化的啊 还有了台湾作家奴映台的所有的作品 通知呢 还要求啊 家长注意封存这些作品 不再让学生来阅读 新学期开始之前呢 山东青岛市的各学校的学生家长啊 就在微信群呢 收到了校方的通知 可以说有很多截图啊 还有一些文字图片 这些通知就称呢 各位家长根据上级文件的通知 部分图书不再适合与学生阅读 如果家中呢 有类似的书籍 不要再让孩子读 也不要再带到学校来 请家长注意整理以下的图书 并进行封存 那么这份呢 被列为禁书的名单呢 有作家易中天的经典故事 像论语 还有呢 庄子 孟子 周易 禅宗 还有杨红英的天真妈妈 还有畅销书 米小圈系列作者 北猫的米小圈 上学记 还有呢 中国历史绘本 一百历史人物的作者呀 陈丽华 他写的这个 幼儿趣味中国历史绘本 共识册 这些都被禁了 还有漫画家 郭靖雄 台湾作家呢 农印台的一些作品呢 也被封杀了 可以说 从这些被封杀的作品呢 可以看出大部分呢 是介绍中国文化 以及中国历史知识的读本啊 更主要的是啊 像易中天这样可以说 上过百家讲坛 而且他的作品呢 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性的啊 这样的一个学者啊 也遭到了封杀 可以说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 易中天呢 他并不是一个经典的学者 但是呢 过去二十多年 可以说他靠自己的理解 通俗的演绎了中国的一些历史故事 赢得了数以千万计民众的一些追捧 很多人还是觉得易中天呢 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中国的历史知识啊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这十年来呢 易中天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谨小甚微啊 生怕文章或者讲话得罪一些权贵 遭到封杀 还是比较谨慎的 虽然他保持了自己的能角和理性啊 但是他说的比较可以说圆满一些 圆滑一些啊 这样让大家容易接受 不是非常能角鲜明的那种 但是还是非常有主见 有理性的一个学者啊 他说的一些话呀 还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尽管现在国内的言论环境呢 非常直差 可以说呀 在伟人横空出世 那么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呢 都会遭到清洗 这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规律啊 易中天可以说动若关火 其实他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啊 他曾经就说过 他说一个国家若留不住知识和财富 那么剩下的会是什么呢 贫穷和愚昧 就是说你国家如果知识财富都留不住的话 剩下的就是贫穷和愚昧嘛 对不对 贫穷愚昧的人需要什么呢 他们需要一个皇帝 这就是易中天说的啊 可以说这些精辟的言论呢 他确实说过不少啊 非常有智慧的啊 当局可以认为易中天的经典故事 以及漫画家郭敬雄的作品呢 有影射当政者之嫌 所以呢 想把他们都禁掉啊 可能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批评当局 但是他通过一些历史的故事啊 或者说通过画漫画的形式啊 基本上起到了这种讽刺的效果 那么这也是中共当局无法接受的 所以说这些被封杀的学者啊 作家他们的作品呢 很多都是借古奉金 那么从小学生开始啊 就不让他们知道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 可以说易中天呢 他是借水湖三国老子庄子 告诫当今的圣上啊 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 这说明呢 他还是一个有风骨的文化人啊 他还知道告诫圣人 真正的治国理念呢 读一读庄子老子 什么叫无为 什么叫文锦之治 贞观之治啊 就算是中国古代的这些辉煌历史时期啊 可以说现在和当时都没法比啊 所以说他是非常委婉的劝诫 或者是讽刺用了这样的手法 当局就接受不了啊 习近平呢 中共政府呢 肯定是不希望学生呢 通过了解中国的历史 来对比当前的这个形式 所以要从小就控制学生的思想 这是他们的一个操作 习近平呢 可以说下架易中天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啊 易中天他怎么得罪习近平呢 还是我刚才说的 易中天是借古奉金 揭露啊 没有穿衣服的人呢 想当皇帝 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 易中天呢 也是一直在调侃这些古代的帝王 可以说就是借古奉金嘛 那么这说明两个问题 习近平呢 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自比帝王 对不对 比如通过古代的帝王来引设的话 他自动会对号入座嘛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昏君 对不对 和古代的一些帝王啊 很多睿智的帝王都没法比啊 还有一个呢 习近平可以说心里是非常自卑 非常脆弱的啊 可以说被骂妄想症 别人一讽刺啊 他就自动的对号入座 这是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次呢 可以说台湾作家农印台啊 他的书已是背景 这个也是让人很吃惊的一个事情啊 农印台呢 整体来说 他跟中国执政者啊 在某些方面的思想 其实上是一致的 如果你想农印台呢 他也是主张两岸统一 对不对 两岸血浓与水 承认一个中国 十年前呢 他的作品在中国呀 还是非常火的啊 那么现在居然已开始被封杀了 对于自己的书被禁呢 今天呢 农印台在脸书上 他就表示 他说 被你禁是我的光荣 他说呢 其实自己的很多作品呢 早就被禁止了 比如说他比较有名的一部是 《大江大海1949》 还有呢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已经被禁止了十多年啊 这是他在中国的作品呢 之前其实可以买到的 我以前还买过一个版本啊 而且呢 确实是挺好的 说《大江大海1949》啊 其他的说呢 比如说穆颂安德烈等等呢 在2019年为香港说话之后啊 也是纷纷下架了 这回来可以说只是不准学生读我的书而已 他说呀 被你禁真的是我的光荣 那么他在帖子里面还说了 国家存在唯一的理由啊 就是让人民幸福 政府存在的根本前提啊 是保障个人的自由 那么这些话当然说的也是很对啊 当然他这样说了 肯定会得罪中共政府的 被封杀了也是迟早的事 最主要的呢 是他帮助香港人说过话 在2019年以及之后啊 他说过几次 所以中国政府呢 肯定是非常不满的对他 对不对 那么封杀他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可以说 不符合中国主流思想的书记啊 都受到了排斥 更不会让他们进入校园 所有人呢 只能接受一种思想 一种毒物 可能呢 就是啊 习近平治国理政这样的垃圾书记 对不对 才能大行其道 这是彻底啊 要占据14亿人的大佬 给全国人洗澡 只要伟人还在的话 我觉得那么民间的一些智慧和声音呢 他肯定是不会让你发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他对伟人的形象是一种消解 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期啊 还有诸子百家呀 可以说在争民 对不对 当时呢 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流派 很多的思想家 比如说儒家 道家 法家 阴阳家 纵横家 对不对 基本上是百家真名呢 可以说是非常热闹 各种文化 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啊 在那几百年里面啊 那也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明的一个巅峰的时刻 很多人说中国文化早熟啊 确实是早熟 春秋战国时候啊 就已经成熟了 后来到了秦朝之后 一直都是大一统 两千年的封建 这种体制统治下来之后啊 中国人是思维是越来越萎缩了啊 这之后的两百年呢 中国人的思想高度啊 其实都没有超过春秋战国时期 后期的所有的一些大学者 大思想家 都是对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 在做这种教助 对不对 在做解读 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直到了 可以说到新文化运动啊 和民国的时期啊 中国的文化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个时候呢 也是大师辈出啊 博古通经 东西方的文化啊 金融变序的一些大思想家 也是层出不穷 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热闹 但是到了四九年之后啊 就是到了一个文化的冰河时期啊 大幅度的倒退 我觉得可以说 也是中国三千年文明的最低点啊 就是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 这三十年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呢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啊 好不容易是缓了一口气 文化上面呢 和西方也是比较靠拢啊 但现在又开始搞倒车 又开始搞文字语啊 现在搞的这个书都不能看了 那个书也不能看啊 学术界的专家呀 通常说是博古论经 以史为鉴 那么现在这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史书啊 都不让你看了 因为看史书以对比现在 觉得现在是更不堪 对不对 所以要消磨大家的智商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洗脑的统治啊 中国教育部门呢 可以说从去年开始啊 就是禁止学生阅读部分 包括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这次的青岛教育局啊 禁止学生阅读 易中天等人的作品 属于一次全国性的运动啊 当局呢 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啊 进一步筛查了学生阅读的书籍的内容 这等于是啊 加强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一个管控和洗脑 而且呢 可以说已经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地步啊 可以说当下这种集权统治啊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我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啊 留在国内 让他们洗成脑残的 那么这也是当初的 我们全家要移民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中国肯定不能带 自己的孩子那么好 对不对 把脑袋啊 放在国内都会被他们洗残呢 以后都是小粉红 想想也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 前两天呢 我做了一期赵立坚呢 他侄女的节目啊 那么现在有一点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女孩呢 叫陈陈 26岁 她是任一家核酸企业的董事会的主席 可以说也是打股东啊 那么这个结果呢 和我之前的猜想也是差不多 我觉得做什么生意啊 现在能这么赚钱呢 一天赚个八千万 对不对 那只有做核酸吗 核酸产业啊 是中国现在的支柱产业啊 背后啊 全是一些特权的家族 那么也只有这样的企业的大股东啊 才能一天做的赚八千万 其他人是想都不用想啊 最近国内的疫情呢 也是越来越严重啊 像四川 重庆 石家庄 大年 海南 等等一些地方呢 很多城市啊 又在开始搞全员的核酸检测 在搞封城 有的城市开始在大规模的取消地铁和公交车的班次 可以说也是搞得大家怨声载道的 民不聊生啊 那么今天呢 在墙内的社交平台啊 看到一个写得很好的关于疫情的帖子啊 基本上是反映了民众对清零政策的一个非常的不满 也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啊 可以说描写的是非人间的一种状态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帖子 确实写得很好啊 他说这片土地会有核酸亭消失的那一天吗 我不敢去想下个月 下一年会是怎样的情形 紧急状态常态化 这个太可怕了 短短三年的时间 几乎所有人呢 戴口罩已经形成了习惯了 现在是做核酸习惯了 邻居大妈没事 也去做个核酸 我问他 你又不上班 为何要两天做一个呢 他说啊 为了安全 再说也是免费的 核酸产业化 产业园呢 也建了好几座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 这天下的核酸亭什么时候消失 我还真觉得这是痴人说目 做核酸怎么可能消失了 产业园那么大 他们会善罢甘休 疫情之前的世界啊 就是没有核酸亭的世界 我们回得去吗 于是啊 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回到疫情之前 而是奢望回到一个 不需要每天戴口罩 一周一次核酸的世界就行 我们已经习惯了生存于这个新的秩序 数字嘛 掌握着我们的脑底 包括身体状况 由健康嘛 等人身核验工具勾连的系统 成为当代中国的黄策 倪桃对于全民流动性的掌控 我们都被困在笼子里面 这时候渴望回到疫情之前 回到2019年成为痴人说梦 然而呢 没有人给紧急状态一个期限 就像没有人给调整防疫政策一个期限 我们等来的只有层层的加码 大年昨天出台了不戴N95口罩 会限制一切活动 新冠清零计划啊 就是一个忍耐力的测试 一种危机的日常化 成为对于民众痛感最有效的消解 我们逐渐的麻木 一再降低底线 孩子能上网课就好了 你我有班上就行了 只要不被隔离 不被封控就好了 压力极限挑战 今年的四月份的丹东呢 已经遭遇过一次 下一个城市会是谁了 忍耐的目的不是通往剥夺的合理化 只是中国人向来啊 想的太善良 忍一时风平浪静 那么如果一种忍耐啊 走向的是一切日常被剥夺 而成为合理化 那么这种忍耐呢 我们还需要坚守多久啊 是否还需要坚守啊 这个帖子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 确实我觉得写的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中国通过这种疫情的紧急状态啊 将老百姓的一切的行为信息 全部控制在自己的系统里面 其实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啊 极权政策 非常可怕的控制每一个人 控制到了你的毛细血管里面去了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看到一个网友发的帖子啊 也是非常扎心 他说的是江西阴潭贵西啊 一个小女孩 独自一个人呢 坐在隔离点的地上 旁边呢 是一大袋的方便面 是没有任何大人的啊 就坐在地上 旁边是一袋方便面 然后这个网友说 我想抱抱他 告诉他别害怕 然后呢 在下面就报了粗口啊 确实对这个扯淡的亲领政策啊 分门至极 那么从这些情形可以看出来了 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啊 在这种亲领政策之下 可以说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大家其实可以想见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接下来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 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加勤 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一百二十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温哥华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广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 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孟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 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外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治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